炒作比特币30秒行情涨跌全都是骗局 刑事局查获陈姓男子涉嫌在台北经营税坊 替比特币假投资诈骗机房洗钱 现场查扣现金、笔电、手机等证物 并将陈贤等14人依法送办 刑事局表示诈骗机房疑似将机房设在境外 用正妹照片透过脸书、赖交友 声称投资比特币可以获得高报酬 初期少而出金又使被害人加码投资后断绝联系 那实际上费入已透了任何账户的这边钱 就会在由他们把打到二层账户去 那实际上二层账户这边的部分 诈骗机房就会把钱用取机 让取副手或者贤客把钱给领走 然后实际上接着呢 诈骗机房他们这边这家公司 便会另外再把这个虚拟货币的部分 再通过机房来骗这个被害人 那整个大致的一个诈骗的流程就是这样子 警方调查发现 以陈信祖贤为首的犯罪集团 长期帮助诈骗集团洗钱 保守估计金额超过5亿元 呼吁民众投资千万要谨慎 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理席会台北报道